现在是左边中国丁晨秋右边日本的黑狗气 这是一场家世赛 为了争夺本届达拉斯戒杯的门票而战 OK比赛开始了 左边中国右边日本 下来就是一个前中头啊 5月22号G86版本更新 这一批严重的被削弱了 通过这场比赛再次达斯的比赛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GP这个角色确实是弱了好多啊 弱了能有三成 这个下仗是真是认真的吗 来不怕你发波 你敢跳吗 跳就是死啊 丁晨秋没有忍住 不得不说啊 鼓励打这批在这个版本还是非常有想象性的 用力只手套鞋 鼓励这边还是要想通过自己的强化大的力回攻击 哎呦 这个第四没偷到 被地方反冲一个反投 怎么办 丁晨秋神手上两颗气 他手没啥用啊 他的手严重被削了 清拳带两气 在这个版本也不成立了 和丁晨秋下重拳 老头的下重拳判定也被削弱了 感觉有点拳啊 在国立黑枯起 刚刚前面是赢了大侄子的 赢了都凯文 很强 每一灯都是啊 又是一波跳入啊 中斩压制 这是一套死了 三切 日本的黑枯起拿到了赛点 这批面对这个鼓励确实是不好打 黑枯起现在大苦的传气啊 目前八强里面只有一位日本玩家 如果他赢的话 他才是第二位日本玩家了 回不到比赛中 丁晨秋现在跟黑枯起 在英国的这个场地啊 展开了新的一轮对局 哎呀 黑枯起对于这个距离的卡位啊 把握的相当精准 还不敢跳 JP如果一旦跳 那就避重对方的陷阱了 哎呦 被牵着的死死的 跳也不是 冲也冲不过去 你看 你看了没有 根本就不能跳的 前前也攻不过去 对方一直在消耗他的能量 叫他的斗气 哇 好快啊 JP被顾列克的死死的 练习个完全没有什么效果 前中头被地方第一次严拆头了 黑枯起蹦放 对人说丁晨秋一案 蹦放但是啊 骂了一点 那么现在日本黑枯起拿到了赛点灯 接下来就看 黑枯起的发挥了 跳路还是不行这个逆下 后后晃招 但是丁秋没有乱动 而是延迟出招 现在来看一下 鼓列 这个跳路包是 哎呀 这个脚刀是真的吗 你看了没有 鼓列真的是进可攻退可守 这个角色真的很安定啊 跳入 这次手刀给了丁秋一个绝佳的打却板的机会 好 稳住啊 坐 蹦放 退板 再来 对方躲超差 哎 丁秋没得没跳啊 漂亮一个OD的第四 加油 丁教练 哎 这个前冲给了丁晨秋一个捉招这个宝贵的时机 中断压制 中断哎 哎呀 哎呀 不要跳啊 这一跳绝对是要用招的 那现在来看丁晨秋的这批 哇 这个 皮卡 这招真的好快呀 这个前就倒一踢呀 这招在接820的大家就记得吗 你跳也不是 而且这招是加三 被方加三 你还没办法去反他 没有太多的斗气了被鼓励消耗的很严重啊 黑姑去掌握场上的赛点灯啊 斩杀线了已经啊 哎呀 坏了 我 正确有一个C的机会 哦 这招简直是差哎 好使的3-7 C 加油 丁晨秋 打不死应该啊 对方还是有斗气在 消耗消耗 想骗台 漂亮 丁丁丘至死地而后生 拿到了宝贵立分 双方又开始 矿喝水补充自己的能量 给自己做一个冷静 黑狗气跟丁丘打到了SG 加油丁教练 双方都有点紧张 虽然说表面上不蓝不惊 但是内心忍住绝对是若血沸腾 我们来看一下 好了比赛开始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至关重要 绿虫发起进攻 哎呦 这个绿虫又被地方打着一个积极石 推板了 一旦进板边就是这一批杂不利时刻 你 never want a character that needs set up set up shop right and the nice thing about it is I mean as far as the 偷袭双方都是在 you know jp has style soback kick is really 跳是跳不过去的这个距离啊 这个距离是鼓烈最安定的距离 no punish on that one 好了 好了 丁秋终于是打出一波进攻来 抓了一个呆 好 头上放列系 双方带他来不想杀 好的 这个又是这方起跳的战术得到一好的效果 哎 不要跳 这个跳害了丁春秋啊 有点急了 下路相逢勇者胜 这一刻哎 这个清拳的第四 不得不说 鼓烈这个 确实打这一批实在太好使了 probably will go into the level three right to get that huge life advantage yeah 又到了鼓烈的安定距离 我们来看一下这批 手上两气对面三气 跳 骗到了 一个头巾双重列系 怎么反 前重头 对方拆头 都是想要把距离卡在自己最有力的局 哎 有趣 哎呀 啊 这招打完之后相当的疼啊 朋友们三气吹杀打完之后 危险了丁教练 丁教练走势器有点少了 而且啊 许亮也被这方消耗的六哥 有一个C的机会 有个三气吹杀机会 有时不向上 啊 没了 黑狗气 淘汰了丁丁丘 进 street fighter six